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3点,台股上个礼拜五涨了105点,涨了0.62个百分点,现在跌14点 美股道琼上个礼拜五涨137点,涨0.4个百分点,NASDAQ跌186点,跌了1.34个百分点 NASDAQ连续跌很多天了,那么很多重要的重量股都跌,跌很多 S&P500跌0.27个百分点,费斯曼典提跌2.42个百分点 英国三大指数都涨,都涨在1.4,1.5个百分点左右,涨很多 台股现在跌10点 今天4月11号,明天4月12号,全台都是多云道琴 明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 我们看温度高了 北北基20到31度,降雨距离0到20 陶珠庙19到28度,中张头22到31度 云嘉南21到32度,降雨距离都是0 高平23到32度,降雨距离0到10 宜兰20到29度,花莲21到28度 台东22到29度,降雨都是20%的几率 外岛15到22度,降雨距离0 所以呢,这个在西岸都在 高温都在,除了陶珠庙最高28度 其他都在30度以上 31度,32度 那在东海岸大概都28,29度高温 123都高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都高 星期四温度又要往下降 天气还是很不稳定 美国5月恐怕会升息2码 会升息2码 那学者预测央行 到底会怎么样啊 说采这个半减确,什么意思 标题我看不懂,我看完内容 美国联准会5月可能再升息2码 学者认为在房地产方面 原物料如果持续上涨 缺工缺料无法及时解决 影响会陆续发酵 中原大学的教授叫做陈若辉说呢 5月份美国很可能升息2码 就0.5%了 估计年底持续升息幅度2.5% 我们前两天上礼拜也讲过了 说会连升10个一码 一码0.25,10个就是2.5% 那么另外呢 这个量化宽松和离场 美国在缩表嘛 所以一方面涨息一方面缩表 双管旗下很厉害的 未来12个月 美国经济会衰退 而且可能会硬着陆 所以看起来情况并不好了 美国3月升息一码 央行跟着升息一码 我觉得当天就升了 我觉得再次亦步亦趋 如果5月美国宣布升息两码 那也就是5月 FED升息两码 央行可能升息一码 就升息一半了 就是升息美国的一半了 因为升息所以对经济跟房地产的冲击会发酵 通常升息对房地产也是不利的 因为你买房子你借钱利息就高了 很多人就 很多人现在利息低会讲说 我付那个利息跟付房租也差不多 我只要把头期款准备好 那头期款呢 那可能除了我个人以外 家人也会帮助一点 大家来凑一下凑个头期款 那我以后呢 这个付房租利息来付 付房租的钱来付利息就够了 那如果利息涨一直涨 房租不可能像利息这样涨 所以呢 就可能房地产就不会那么热络了 市云预测乌克兰今年GDP会崩跌45% 比俄罗斯更惨 就是现在我们只看到说 好像乌克兰都赢 俄罗斯都输 俄罗斯很惨 没错 但是千万不要忘掉 战场就在乌克兰 大家常忘了这点 我们每天看泽伦斯基那边演讲 好像泽伦斯基是英雄士 但是呢以前我们常听叫做 一将功成万古枯 现在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将 从军事的将变成泽伦斯基了 俄乌战事已经超过一个月四十几天了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支出制裁令 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但是呢遭到入侵的乌克兰更惨 因为战事的影响 世界银行预测乌克兰国内生产毛额 今年下滑45% 不当然了 真的打完以后呢 这西方国家可能对他也会有大笔的援助 世界银行除了对当事两国 就俄罗斯跟乌克兰 另外呢也说对欧洲的国家 跟中亚地区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导致出口下降4.1% 是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经济衰退的两倍 世界银行预测遭到西方金融制裁 今年GDP会下滑11.2% 周遭的东欧国家包括白俄罗斯 这些摩尔多瓦下跌30.7% 乌克兰的经济极度仰赖境内农产品出口 遭到入侵以后呢 黑海航线被切断 目前出口量下跌了75% 如果俄军成功占领奥德赛 冲击可能进一步扩当 其实奥德赛已经讲了好久了 俄军去打到现在也没打下来 俄军也很奇怪 他这个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他的战术到底是怎样 你要去打人家 你一点把握都没就乱打一通吗 也很奇怪 不过现在听说在乌冬他的策略可能不一样 拜登签署贸易制裁法案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了 白宫八日宣布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两项法案 除了停止跟俄罗斯等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外 更禁止进口来自俄罗斯的能源 这次俄乌战争爆发也来美国国会首度通过的制裁法案 CN报导拜登签署的第一项法案暂停美国跟俄国 以及白俄罗斯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 为从这两国进口商品课征更高关税铺路 另一项法案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煤炭跟天然气等能源 美国参议院7日上午一致通过这两项法案 众议院以420票对3票通过贸易制裁法案 我很好奇那3票反对的是谁 石油制裁法案是413票对9票 9票是反对禁止他的石油 可能有很多的利益纠葛了 白宫说拜登会签署 而且表示支持 因为国会通过的法案 总统要签了 要签署 泽伦斯基喊话在乌东要大战一场 奥地利总理内哈姆访问俄国见普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顾问表示 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在乌东跟俄军大战一场 另一方面的奥地利总理内哈姆 今天预计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丁 成为俄乌战争以来 第一位跟普丁见面的欧洲领导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俄罗斯锁定了整个欧洲 对所有民主政治的安全来说 阻止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至关重要 泽伦斯基的顾问表示 乌克兰准备在乌东跟俄罗斯大战 当地许多民众担心 俄军发动攻势正在逃离乌东 在此同时 欧盟成员国奥地利当局宣布 总理内哈姆前往莫斯科会见 俄罗斯总统普丁 成为俄乌开战以来 欧洲领导人的第一人 其他都还没有去 他们有不少去跟泽伦斯基见面 但没有去跟普丁见的了 那他说呢 尽管机会渺茫 还是希望尽一切努力 推动和平发展 这是奥地利的总理说的 那发言人说 他将在保持中立的框架内 在人道跟政治层面上 支持乌克兰 奥地利没有加入北约 奥地利没有加入北约 但是呢 他也说 我保持中立 人道呢 我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顾问 表示呢 乌克兰要先在东部 顿巴斯击退俄军 乌克兰非赢不可 也许要费是二到三周 总统周恩斯一 才会跟普丁见面 乌克兰才会有更强的谈判立场 讲的也是事实 就是说呢 要跟普丁见面 见什么面啊 打赢才能见啊 打赢见 才有意思啊 打说我见得你 拜军之将 不可言勇 我就谈什么呢 所以呢 现在乌东要决战了 我要在乌东 好好大干一场 让你俄罗斯军队呢 吃苦头 然后呢 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那我想那个普丁也是一样的想法 一定都是这样 所以呢 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基辅附近发现1222具遗体 美国曝露俄国残暴将军的黑历史 俄乌战争持续 俄罗斯日前空袭乌克兰东部一座火车站 统计死亡人数上升到57人 另外呢 美国官员表示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任命了新的将领 预料将对平民更残暴 那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呢 基辅附近 到现在发现了超过1200具的遗体 蛮惨的 俄罗斯八日空袭乌克兰东部的一座火车站呢 那很多在要撤退的民众被打死或打伤 主要是妇女跟儿童了 那火车本来要把他们带到更安全的地方 结果呢 不幸遭到这个厄运 那俄罗斯否认 说都是乌克兰自己干的 但是乌克兰自己是干这事干嘛 我很难想象 就算他的极右 什么纳粹分子 杀自己的人 美国众议院说呢 俄罗斯飞弹攻击乌克兰 显然是种族灭绝 他们喜欢用种族灭绝这种讲话 把你通通杀光光 意思是这样 那另外呢 这个新任的将领 叫做德沃尔尼科夫 说他过去在叙利亚呢 就很残暴 所以现在呢 派他来了 而且好像他是总管 统领一切 我是赵小康 欢迎回到赵小康 时间的现场 特别股市 现在上涨14点 法国大选 首轮投票揭晓了 马克宏跟极右派雷鹏 进入决选 上次就是这样子 第一轮 他们第一轮投票 他们候选人蛮多的了 各党什么候选蛮多的 所以都会分到一些票 如果两个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过半 基本上 但是呢 人多就不一定了 总统马克宏跟极右派雷鹏领先 跟上次一样 又再要第二轮对决 第二轮 有时候都差很远的 有时候第一轮第一名 第二轮不见得 就看其他人 大家要支持谁 或是选民 我原来第一轮 我没有投你嘛 我投别人 我最喜欢他 但是呢 他现在没有入围 那我就投第二喜欢的 或是我最怕谁当选 我不一定喜欢那个 那个人 但是我讨厌另外一个人 怕那个人当选 我就来投这个 里面心里 不是爱就是恨 那不是喜欢就是讨厌 第一轮投票 他们现在票还没开出 还是根据出口民调了 马克宏是5%得票优势 赢那个雷鹏 选前的时候说 民调有些最接近只有一% 那是最接近 不表示每个民调都是这样 24号第二轮投票 再次对决 马克宏得票 两家民调公司 一家说他得了27.6 一家说28.3 比2017年大选第一轮 得到是24.01 那是实际的24.01 现在27.6跟28.3 都是预测 都是抽样 雷鹏 极右派预测得票 出口名单是23跟23.3 几乎都一样 投票的74% 不低 雷鹏 紧咬物价居高不下 反正现在呢 这个没有多久了 就24 24号的第二轮 他们第一轮跟第二轮 其实蛮快的 蛮快的 只有两个礼拜吧 所以第二轮会怎样 不过以第一轮来看 马克宏还是比较有优势 只是说第二轮到底怎么整合 美国很怕啦 马克宏落选 马克宏落选的话呢 雷鹏当选呢 就可能脱离北约 不参加北约 这东西就是有人想参加 有人不想参加 就像瑞士 瑞士以前是不参加联合国的 这么好的国家 怎么不参加联合国呢 后来才参加 开始很多年都不参加 赖清德现染疫风险 因为呢 有一个议员的助理确诊 台中民进党市议员呢 施智昌的助理 晚间确诊 然后团队包括施智昌 远都被匡列 那施智昌9号晚间 才跟副总统赖清德 等民进党员聚餐 他现在 这个去检查是阴性 不过 现在都很难讲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都不太一样 那 今天会再进行PCR检测 所以他的助理 平常是在服务处啦 并没有到议会 但是呢 他9号晚间参加一场 民进党大型餐会 包括副总统赖清德 立委蔡奇昌 何欣纯 林静怡 张廖万间都参加了 因为台中市议会 今天要定期会 会不会影响开会时辰 台中市府回应 要等待检验结果 才能够决定 好 你看蔡英文已经都 关起来了嘛 在 在 关底 都已经被居隔了 就是 不能随便走动 那如果赖清德在 在居隔就 那也不会怎样啦 台湾这么小 其实 其实你 居家你还是可以办公 还可以指挥 还可以 只是 就表示这个 这个病的这个传播力 是很强的了 连他们这个总统 副总统 经常都会 遇到这种情况 当你这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 几率就越来越高 你仔细看看 现在这些 你身边的 前后左右的 同事啊 亲戚啊 朋友啊 家人等等 中间一定有人 被发现是确诊 会被匡列 一定有这样 因为每天这么多人 而且还有黑树 就算是没有黑树 就算你不去看黑树 光一天四百多人 其实蛮多的 而且他们的那个足迹 也都活动力很强的 你看看真的得染疫的人 仔细看 跑很多地方 我们其实跑都没那么多地方 所以这些人的 这样的话 他当然染疫的几率就比较高 这里也去 那里也去 那里也去 一天我跑很多地方 所以他 他的足迹很广阔 表示这个人很靠动 那当然染疫的几率就高 就是几率 所以人太多地方 太杂的地方 还是小心 就说 当然现在就说 染疫还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实际上你看 现在就两级 老人大概比较不出来了 那年轻人呢 反正他们不怕 昨天我经过 新一计划区的人 人还是很多 满满的人 尤其中午吃饭时间 在那个展览馆那一带 那个络续不绝的人 经过 我昨天在一个餐厅里面 也是里面满满的人 在Joyce East 满满的人 所以不怕还是不怕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浩康 新的现代台北国事 跌36点 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头 本土昨天加了431 陈崇指 病例数还会增加 需要改变战略 透露抗病毒的药物 已经准备好 乱讲 没多少药 南投加龄破功 全岛沦陷 原来南投 是台湾 唯一 唯一 没有染疫的县 南投 也是台湾唯一 没有靠海的县 大家都知道 那原来台湾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南投 一个是马祖 本来金门也好 叫后来金门不信 有三个好像 马祖没有 南投没有 那南投呢 这因为对夫妻 到北部来打高尔夫球 结果这一打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理论上打高尔夫球 是不会染疫的了 因为高尔夫球都很大嘛 那个球场 那个人也没有那么挤 应该是没有那么挤的 那 但是呢 你不是只有打球啊 你还可能要在球场吃饭啊 你可能要洗澡啊 你可能要 你也不可能只到北部来打球啊 你一定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反正就被染了啦 那就是就变成全岛都没有 都沦陷了 都沦陷了 中国时报 搭了一张相片 是台北车站 那个排队打疫苗 也蛮可怕的 蛮乌鸦鸦 一屋子的人 那边好像打疫苗可以有五百块 好像是 好像是可以五百块 因为现在第三季 又稍微热一点嘛 我上网去看一下那个什么医院啊 什么中山医院啊 红恩医院 这些医院都额满了 没有 诊所还有 当时诊所还有一些 那另外就是你谁到谁打的 像这种 也不必预约了 但是人就你就要等啊 人就很多 那这排队过程中会不会被传染 这要很小心 我看他们也很难都维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你看这个相片 人其实蛮密集的 联合报 全台三万两千人居家隔离 创新高 本土连两天破四百例 居隔翻倍 朝向启动 亲政居家隔离 而且不是破四百 这近五百 是将近五百例 所以 麻烦 麻烦 南投 南投县府公布了 所以这对夫妻是 丈夫三月间 曾经与新竹市的确诊个案 编号是24474接触 所以原来说是因为到北部来打高尔夫球 看起来也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子 反正他就有接触了 你现在人太多 他没办法了 他这个居家隔离 很多 有些确诊的 他都要送到什么 轻的 没有症状 送到好像什么集中检疫 重的要送到医院等等 那将来 如果多的话怎么办 大家就担心这个问题 比如大陆建方舱医院 那上海呢 那个方舱医院都建得很长处 最近我接到一个影片 就是被送到方舱医院的人 拍的 哎呀那真是惨不忍睹 几十辆巴士没等 因为他们大概刚建好 所以还没有完全完工 在吃上去等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下车进厕所 所以也是挤的那个厕所 是脏的 然后反正就是 因为还没弄好 还没完全弄好 太长处了 就你看这个病一来是 非常长处的 一下子人就暴征了 所以如果你原来没有准备好 你没想到 怎么会 原来都防堵的好好的 所以看起来这个Omicron 是很可怕在这个地方 让你意想不到的 快 你以为会慢一点 不会的 真的 来了就快 那台湾 我本来以为 很快会破500 破了500以后 很快就是8001000 但是现在还没有 那么快 比如昨天480几 前天480几 为什么 我觉得根本就很多 没有塞到 一般你怎么会塞到呢 不会嘛 被塞到一定是 已经被匡列的 什么那些 才会去塞一下 一般人怎么会塞呢 对不对 像最早他们 他现在也不讲了 最早讲什么 十几条不明感染源的呢 那你自己想嘛 那那些感染源 只传染一个吗 不可能吗 20条感染源 他一个人传几个啊 而且说现在传了更多 所以过去呢 一个人 一个人确诊者 匡列6.7个人 现在呢 一个确诊者 匡列16.77人 为什么呢 就接触人多了 显然这个意思 那 所以你一个人就匡16 如果增加1000个人 就要匡16000 那现在是 10天 隔离10天 要准备16万间防疫旅馆 或是集中监疫所 那现在没有 没有这么多 所以这是为什么 现在讨论要不要 在家里面 就不要 不需要去 在家隔离了 而不是 送出去隔离 那所以呢 连轻证 现在不是 不是只是匡列的 连轻证都要走向 居家隔离 那另外他用所谓 社交距离APP 说现在有600万人下载 社交距离APP 这么多 600万人很多 就每四个人 全台湾就一个 使用社交距离APP 他说将来推广到 1200万人以上 就会告诉你 你接触的是怎么样 他说这个呢 比这个实联制有效 今年1月1号到现在为止呢 本土案例3546例 当然绝大都是轻证 绝大都是轻证 那将来问题还来了 就是说药 刚刚他讲 药 说够 药哪够了 药现在才2万多份 而且2万多份 其实好像 我印象里就是那个 辉瑞比较有效 莫沙东跟那个什么 瑞德西韦都不见得 那他现在有去跟辉瑞 再买一些 他说会有好消息 就说大概可以定到一些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超好康 欢迎你回到 早是好康 现在台北武士 跌48点 就是轻症 轻症 到底不要吃药了 这个东西也是麻烦 就是说 很多轻症 没症状就会好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 也是可能变成中重症 我觉得无症状就算了 有症状的会就有点担心 所以你要给他吃药 那药现在其实不是很够 药真的数量很少 你让应付目前是可以了 你目前有给他吃吗 我看他也很少给他吃 他大概只有重症给吃 那时候依照那个药 就跟感冒那个磕流感一样 你一部队就要吃了 你不能等到后来才吃了 变成肺炎再吃 那就来不及了 开始就要吃 那有时候你开始就觉得 算算算 好像不严重 你怎么知道呢 这就难就难在这里了 真的不严重 因为药嘛 总是大家觉得 能不吃最好不吃 但你不知道会不会变严重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他们现在为止 大概就很谨慎 医生处方才可以吃药 所以现在几个人吃过那个药 大概很少 三千多个染疫的 我看也没几个人吃 那当然药也不多 那另外来就是说 到底谁送药 是要自己说在领吗 因为你都被隔离在家了 你是确诊的 你是确诊 你的确是确诊 只是你很轻 那你隔在家 那隔在家 你不能出来 对不对 那你不能出来 那吃药怎么办 如果要药的话 这就分成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诊断 医生要开处方给你 那怎么诊断呢 那只能隔空抓药 就是视讯诊断 不是这样吗 你很难叫医生到你家 你也很难去 你也不能出来 你就阻隔在家了 就怕你出来传染给别人 所以就视讯 看那个样子 好好好 开个药 那谁送药呢 这要专人送 对不对 纽约就是送到家里的 纽约是送到家 纽约那么大 纽约千万人口以上 送到家里 所以这个他都要 他现在都还没规划 你知道 就是说 就是因为没想到 或是他们事先 也不需要去想 认为传道桥头自然值 也不愿意想 其实我早就讲了 我还脸书写了好几次 我说你要多买一点 日本能够买几百万剂 美国几千万剂 你就买个一万剂 你多买一点 摆那个地方也好 没用都没关系 最好没用 这样我们每个家里面 都放一些药 那没用 当然最好 最好不要用 就像我们做体检一样 每年那么多人 去做体检 对不对 真的解除有病的 真的有严重病 还是少数 那为什么还要做呢 其实你做的是 希望没有事情 你没有说 我花了钱做 我希望有事 一样的道理 就是 就跟去保险一样 最好没事 对不对 那他就不肯 那现在发觉 怎么突然 疫情有点急转直下 就是两岸 联合报 今天社论也讲了 就是 现在就是 不是联合报 是什么社论 反正有哪个地方 写了一篇 反正就是说 这个联合报社论 不是联合报社论 讲桃园 就是说 大家都 都说 两岸都想要清零 而且原来都觉得 自己不错 结果呢 现在反而搞得 很麻烦 大陆也是 那个上海也很惨 上海非常惨 那现在就是 你现在快筛 他现在叫我们快筛 他为什么要筛 就是说 这样讲 就是希望拖慢一点 他怕一下子都来了 假如一下子 一堆人 他就是手忙脚乱来不及 医院不行 就慢慢 就一个慢慢的大家都得 反正将来可能都会得 只是能慢一点得 不要一下子都得 所以你确诊 就先在家里 不要去传染别人 意思就是这样子 如果都不检查 都不筛 那就到处传染 那就是他希望慢一点 那所以呢 就 现在要搞这个快筛 国家队 之前的口罩国家队 现在要搞快筛 国家 什么意思 就你那个快筛季啊 国家要征用啊 因为快筛季蛮贵的 现在啊 为什么那么贵 为什么别的国家 能够贫 我们为什么那么贵呢 一剂要差不多 一份差不多300块 这很贵啊 你总要压到100以下嘛 对不对 一个公司 假如说有一百个人 那你一次 做一次要300块 就30万 对不对 就3万 一次就3万块 那如果每个礼拜 做一次 一个月就是12万 那每个礼拜 做两次 有的人说什么 三天要做一次 一个月就24万 对一个公司来讲 也是一个负担 所以那个价格 为什么要这么贵 不知道 这中间有暴力吗 还是怎样 所以陈时中 他们意思就是说 组成国家队 就把它征来 那你征来 你要怎么给人家用 你免费用呢 还是要收钱 现在不知道 他要怎么做了 上海标题 这个养老院 传多名死亡 有的那个养狗的很惨 养狗 比如说他人要拿去隔离了 送到方舱了 或送到哪里 他狗怎么办 狗不能带过去 那你狗说叫邻居 或者叫什么 村里人 也太不给你养 那狗呢 又傻傻的 你给他吃东西 你说我给你分成30份 一天吃一份 他不会 他就都给你吃了 狗就傻吃 猫听说还比较聪明 还会吃饱就算了 狗不会的 狗你看多少吃多少 当然 真的吃撑了 他也不吃了 但他不可能这样 什么按照你 给他30天份这样 是不可能的 对 那所以不少狗 宠物死了 也蛮惨 那现在在上海人 也不太敢出门 也不太敢出门 听说有一个人 到那个健身房 一进去 那健身房被封了 他就待在健身房里面 吃的也很烂 那只好每天健身 是瘦了蛮多的 身材变得不错 还有个人去健身房拜卡 就是健身房没有卡 半卡半一半 健身房被封了 他就被关在里面 这睡不睡呢 所以他们现在没事 最好扫出门 你不知道到时候 万一被人家一封 惨了 我是赵好康 欢迎回到赵赵好康 现在台北股市 我们一下子跌109点 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还有 报纸还在涨 涨的不多了 现在跌116点 急速的 这个下跌 那时候广州 苏州也不好 广州 为了怕社区传播 也说你非必要 不要离开广州 就不选人家跑 不能走 上海也很惨 那我刚讲 不敢乱跑了 因为你不知道跑什么地方 会不会 被这样 咚 那边隔离起来了 就惨了 搞成这样子 真的是 真的是很紧张 那 美国 美国就授权 在香港 在上海的外交人 你自己可以离开 那他们的理由是说呢 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 及疫情相关限制 美国公民被要求 重新考虑 前往中国旅行 疫情限制 包括父母跟孩子 分离的风险 所以美国公民 不应该前往香港 吉林省 跟上海市 因为他们现在是 经常把父母跟孩子 给分了 分开了 这个也是蛮惨的 那小孩怎么办呢 那大陆外交部 说对美国指责 中国的防疫政策 强烈不满 已经向美国提出 严正交涉 因为美国呢 就说大陆这个防疫 这里有问题 怎么这样搞呢 所以呢 就说他这个 在上海的 上海应该是总领事馆 说呢 这一个 上海总领事馆 你们如果这些人员 授权人员 一部分人员 你们可以自己离开 你们可以离开上海 可以离开总领事馆 不要在这个地方 那老共就很生气 觉得说你这是轻视 我们什么意思 批评我的防疫政策 看起来就很混乱 一定是这样子 美国政府批准 非紧急政府雇员 跟紧急跟非紧急 政府雇员的家属 从美国驻上海 领事馆 自行撤离 这是已经就觉得 你这个地方 他没有强制 说整个封管 但是呢 大家走就走了 没关系 现在离开 暂时离开这里 好像把它当成 疫区变成战区一样 变成这样子 就是 因为老共要搞这个清零 清零很多手段 就很强制 尤其共产党做事 一声令下 没有弹性的了 你可以想得出来 那个状况 那这一下 老美受不了了 所以老美就说跑吧 一直讲 老周很气啊 不够在这时候 不跟我们一起共患的 还跑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刚讲说 乌东大战 是俄军在集结了 所以一触即发 俄罗斯军队离开乌克兰的 北部基辅那一带呢 开向乌东跟乌南 而且呢 英国的专家说呢 俄军在乌东的战役 跟会在俄国进攻基辅 非常不同 所以你看这个 当这个战争是很特别的 我们每天在看说 昨天炸死了两个人 火事弹死了57个人 然后这边死了多少 那边死了多少 好像战争死人是很稀奇的 战争死人是很正常的 我们为什么怕战争 不就怕战争死人吗 战争哪会只死军人呢 军人也是人 军人也是人家的孩子 人家的丈夫 军人死也是 也是一条命也是命啊 军人的命也是命啊 那不管了 就是战争 它的可怕就是在 子弹不眨眼睛 飞弹不眨眼睛 炸弹不眨眼睛 没有说不死人的 怎么可能吗 说军打起战争 只能死军人 不能死平民 也不可能 那现在好像变成 死人好像很稀奇 不应该死人 那不应该打仗 最重要是不应该打仗 打仗就会死人 所以当然这可能也是 认识作战的一部分 就是他多残暴的 我们不希望战争 怕的也就这个东西 你说两岸开战 会不会死人 你自己说 都不死人 都不死人 那战争有什么可怕的 他就是会死人 那之前你看俄国打乌克兰 之前感觉他好像没有 就是好像 但我们看不到那个战场 觉得有点不真实感 就是打的 但他们说乌冬跟基辅 这些不一样 乌冬的乡下地方比较多 乡村 基辅那边都市里面 所以可能建筑比较多 那 感觉上俄军在开始的时候 但后来我现在我不知道 怎么杀红了眼 好像也是尽量减少 居民的伤亡 就民众的伤亡 一般平民的伤亡 但他们认为在乌冬可能不一样 又派了这个 叙利亚屠夫来 很凶狠的 那乌冬会不会就是 所以乌克兰自己也讲 未来两三个礼拜是非常惨烈 大决战 那我相信乌克兰也会把他的部队 军队部队往乌冬掉了 你现在基辅不为我了 我就我我掉 看起来一定是这样 所以这一场战争会打成什么样子 那现在说欧美 已经用重型武器去援助乌克兰 原来都给轻型的 什么刺针飞弹 然后反战车飞弹 等等 就是个人可以携带 比较轻巧 那轻巧你也知道 基本上防卫很难攻击 那现在呢说要给他装甲车 飞弹 重型武器 所以看起来会 要打个持久战的样子 而且北约说要在边界呢 设常驻军 就是防止 俄罗斯呢 这个蠢动妄动 老美在亚洲要设一个 印太经济架构 就是说他要成立另外一个经济架构 抗中啦 还是要去围起来 那亚洲这些国家就很紧张 觉得因为 他们也没那么想抗中 因为他们跟中国关系很密切 特别是经济上的关系 那你非要他抗不可 所以大家在中美之间 是蛮尴尬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要不要加入 美国是希望台湾加入 台湾也很希望加入 你问我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加入 我们经济还不错 那这些国家就喊害怕 说你美国把我们组织起来 就是要抗中 老中也不是笨蛋 他会不知道吗 那你还把台湾放进来 那不就是明排名的叫抗中吗 所以老美现在明明希望台湾加入 但是现在也不敢让台湾加入 就是要说 好了 开始先不要台湾加入 以后运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再让台湾加入 但是很多时候你开始不加入 以后加入就困难度就高 你开始比较容易 大家稀里糊里一锅煮了 都进去了 你等到人家都弄好了以后 你要这些人都同意你加入 这很麻烦 但是他现在又怕说 一开始就说把台湾加入 那些国家就不加入了 你怕成这样子 这个也不是说政治上或 军事上的怕 他就在经济上他怕 这就是没办法了 因为到底进嘛 他跟中国大陆还是进 你要靠美国帮助的经济很困难 因为美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经济体 对不对 他一切都有制度了等等 他采购什么都一定 你说他能够买你多少东西 很有限 就像台湾 原来卖美国很多 但现在能卖美国有限 虽然去年增加了 但是还是有限 所以你要经济 那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很重要 那经济 那就是中国 那是人也多 而且在上涨 在往上走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